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登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中秋节西雅图雷藏寺 连生活佛为大家做了圆桌问世 我们特别要强调请勿模仿 因为这个灵学活动只有德政的根本上师才可以进行 既的沙家雷藏寺一年内可不可以卖出去 就是明年 货币都不能问 货币不要问货币 很难卖 德国 60分 那有人问明年南加州 有没有六级以上的地震 有可能吗 西雅图的房地产如何 新加坡的自卡病毒明年会不会结束 好像又没有问题了 因为全部问都一样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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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还有一半 还有一半 有人问台湾2017年会不会有六级以上的地震 法国巴黎有可能成立了一帐圣吗 法国巴黎 差不多要两年 法国的经济如何 有人问北韩这个政治问题会引起战争吗 有人问选总统的梅瓜 哪一个会选的总统 两个人相差十分 但是答案已经知道 但是他不太愿意讲 有人问南海会有战争吗 不回答 不回答 西班牙的民造同修会发展如何 有七十分 越南的经济如何 也是五十分 五十分 有人问明年中国是否有瘟疫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他说有这个计划 温哥华房地产跟加拿大经济一样 五十分 纽西兰的经济 没有了 问完的 也是一样 五十分 全世界经济不难 问完的 没有了 没有吧 西班牙经济问过了 什么 西班牙 拿出个分坛的这样子 他这样的指示 他说今年的现况会延到明年 今年的状况大部分都会延到明年 不是讲西班牙 整个世界的现象都会延到明年 他的意思是讲说 明年可能比今年更惨 哇 所以有人问越南什么时候 明年会不会有真佛中的寺庙 越南 越南不是有 有上次 越南北越就已经有法师在了 会不会盖了一张寺庙 他说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荷兰的经济如何 明年 五十分而已 文莱的经济 有人问文莱 文莱变成四十分 泰国 泰国还可以六十分 六十分 所以有人问台湾明年会否有瘟疫 说会 难民会越来越多 这消息的情况都不是很好 好像经济差的好像是 台湾好像一直都 今年也只有三十分嘛 去年四十 去年四十 今年三十 台湾是讲说 我刚刚讲的话是对 请问新加坡明年会不会有恐怖分子侵入 恐怖分子 进入新加坡 可能说恐怖分子就加进去是吗 他說是目标之一 台湾也没有恐怖攻击 台湾 台湾他看不上眼 以上的内容 这是民间的信仰 我们要向您强调 任何的问答 仅供参考 不做怪力乱神 也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 好消息 人生法王卢盛雁返台 在台湾雷藏寺 每周六主团护魔大法会 请您珍惜每周的法人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台湾雷藏寺 常言道 人生如戏 人生如梦 但真正能看破的有几人 人生法王卢盛雁 在72岁佛誕前夕 将他细梦人生的种种体悟 言无不尽地写在新书里面 让我们来期待 连生活佛卢盛雁最新作品 至尊的开悟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给你点上新灯 现在我们再来看 彩虹雷藏寺 在2016年10月2日这一天 连生法王卢盛雁 特别主谈了 地母德萨的护魔大法会 并且传授了新的 地母心咒 现在我们就赶快来看 当天连生法王的法语开示 我们首先恭敬传承主持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宝王卡玛巴 敬礼图登大吉上师 敬礼团承三宝 敬礼团承三宝 敬礼父母祖尊 Boli Tibi 地母菩萨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盟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现在通知大家 下个礼拜天 10月9号 下午3点4 玛丽之天附魔法会 这个玛丽之天 也就是 当初我遭遇到困难 那么问姚思经母 说如何能够解除这个困难 那姚思经母跟我讲 你只要求玛丽之天 跟你自己的妈妈就可以了 求我的妈妈 跟玛丽之天就可以 也感谢这个玛丽之天菩萨 父持我们生活中的宗派 然后我们宗派里面有两尊 有两尊 是跟这个四尊签合同 签合同 什么叫签合同 就是他说 合同上面写着 他会付持永远 而且不断地付持 他会付持 他会付持 每一位生活中的弟子 好好修行的 这个好的弟子 他一定付持 一尊就是玛丽之天 一尊就是大力金刚 两尊 签合同 地母菩萨是这样子的 以前我们刚刚念的时候 词的咒语是 Om 地母 湿地 鸿 Om 地母 湿地 鸿 后来呢 这个地母献身 地母献身 他跟我讲 他的心咒 就是玛丽之比 他的心咒是玛丽之比 所以他叫我 这个地母 好像说地母 湿地 鸿 这个地母 就变成玛丽之比 那么他的心咒是 Om 别咒妈妈 玛丽之比 所哈 就是宜咒 整个宜咒 他的智慧 所谓的本尊 所谓妈妈 意思就是属于母戚 母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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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地比 就是地母 所哈 整个咒语的意思就是这个 所谓所哈的意思就是成就 所哈的意思就是成就 那么这一次呢 你看 这个我这一生最大的 第一次进入医院的 就是地母菩萨的这个水 他可以有喝这个地母菩萨 印象最深的 地母菩萨的水 喝到地母菩萨的水 蛮有了感应 第二个 就是虚云老和尚 既然在我昏迷的时候 显现在悉空之中 用他的手背 伸得很长 伸得非常的长 非常的长 然后给我摸顶 给我摸顶 然后告诉我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说 不要相信你人 跟我讲说不要相信你人 这个范围太广 我没有性别歧视 我这个人没有性别歧视 我男的你的都很尊重 那男的小朋友看到我 大部分都不会来跟我牵手 就是你的小朋友 看到我 他主动就来跟世尊牵手 那么世尊也很疼惜 比那些小朋友很小的这些小朋友 每一个都这个 线上一个纹 而且他们也一样的 小朋友很可爱嘛 我对于这个 这个男女本身没有歧视的 但是很奇怪的 就是虚荫老和尚跟我这样子讲说 不要相信你人 我搞不清楚是哪一个女人 因为女人太多了 我不是讲说我的女人太多了 是我们这个 我们生活中的女性 女性的修行人太多了 这意思 很有意思啦 很有意思 他的虚荫老和尚的思想 有点像那个日本三国的时候啊 池田信长 宏田秀吉 德川家康 其中的德川家康 到最后统一天下 德川家康的这个家训 在欧萨卡大阪 的天守阁 最高的那一层天守阁 上面放着德川家康的家训 打开第一页 第一条 不要相信你人 他第一条就写说 不可以相信你人的话 不可以相信你人 而且他因为那个德川家康的家训 打开的 第一页是打开的 我上去读了一下 不要相信你 德川家康是统一三国的 日本三国时代 他统一天下 他的这一句话 那时候我看了 没有感觉 虚荫老头上伸那么长的手 给我摸顶了以后 就又讲了一句话 不要相信你人 不知道 我目前搞不清楚 为什么叫我不要相信你人 我是非常相信你人 好消息 人生法王如盛宴返台 在台湾雷藏寺 每周六主团护魔大法会 请您珍惜每周的法律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台湾雷藏寺 常言道 人生如戏 人生如梦 但真正能看破的 有几人 连生法王 卢盛宴 在七十二岁 佛誕前夕 将他戏梦 人生的种种体悟 言无不尽地 写在新书里面 让我们来期待 连生活佛 卢盛宴最新作品 至尊的开悟 这个我以前开示 帝母菩萨的来历 这个帝母菩萨又称 帝母娘娘 她是一尊非常伟大的菩萨 她的右手拿着浮沉 左手拿着八卦 脚踩的是大地 地球 整个地球 象征整个地球 西弥山 四大洲 八小洲 七公德海 七香水海 全部归他同管 这个 所有一切 地上的 都归他同管 跟大家老实讲一句话 我们的 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一切的东西 都来自于大地 全部来自于大地 你吃的东西 是大地长出来的 你穿的东西 是大地 长出来的 穿的衣服 也是一样大地纯 你住的房子 全部用大地的材料去盖起来的 你坐的车子 也是一样从大地里面的来源 也是大地的材料 所有的七针八宝 七针八宝 像钻石 黄金 就最贵的东西 都来自于大地 所有的玛瑙 这个钻石 黄金 白银 玛瑙 另外 水晶 一切的七针八宝 全部来自于大地 所以今天 穿黄色的衣服 只是 表示我们 修这一针 一样 它是真福 真慧 增加你的福分 增加你的智慧 它也是最大的财神 它是最大的财神 比这个三神还要大 因为三大部分都只是一小块地而已 一小块地而已 它整个所有的三神全部它管 整个大地的神子也全部归它还 所以这一针 它是不一样的 跟我们关系非常的密切 它们有两个传说 一个是监牢地神发现出来的 母性的地母 叫地母菩萨 第二个传说是监牢地神的妻子 是玻璃提比 玻璃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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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母菩萨有地母经 那是在中国的经典 地母经 地母真经 还有地母妙经 也是一个很大的菩萨 也是一个很大的菩萨 在藏密 东密都没有这一尊 那么我们中国中 可以说是本土的密宗 本土的密宗 把地母跟瑶茨经母 都变成密教的修行的本尊 地母是最尊贵的 你所要的钱财 财宝 你不求地母 那求谁 那你一切的东西都由他给遗的 全部由大地给遗 所以地母可以赐给大家的 很大的部分 很大的部分 那今天足挤的啊 可以去买一下乐透 看大家的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呢 再讲一下这个道果 再讲道果 我念一遍啊 念一遍里面的书文 堕 就是堕落的意思 堕方便边中 堕方便边中 主要是于世间法 世间法 你堕落到世间法 你不会离开世间 包括外摩 以及不适言启 不知道言启 不知道言启 多知肺类中 择以外摩 内摩 两种去辨识 去认识 以降服为主 堕方便跟支配 二类种择影